大家好,我是蒙恩 就是作为拓修大会的第六名 然后能来吐槽我觉得真的很幸运 就是谁能知道我们公司上半年费劲巴拉做那节目 原来是下半年这节目的海选 是吧 就是虽然我是一个新人 但我真的很想吐槽一下这次的吐槽的改版 现在赛事你们应该明白吧 就是说先有三个队长 然后他们选六个队员 接着把这六个队员全都派出去 吐槽其他的队长 自己留下来一位六 就是你都弄不明白这是个什么打法 你知道吗 就是队员决胜千里之外 队长惨死为我之中 是吧 然后就是而且我们队 我说实话我真的觉得是 我就是和蜡木和建国比我是最没资格的 我真的是混了一期节目 然后李丹就下面安慰我 说孟恩你这哪儿到哪儿呀 张上刚都混了五年了 然后大张伟他们对更厉害 大张伟今年接了二十多个综艺 然后有人就说大张伟就好好音乐天才被综艺毁了 我觉得你们都误会大张伟了 对音乐人来说 接综艺永远只是个活 音乐才是命 大张伟他就是勤快 他干活不要命 然后上面那位女士 你们可能看不出来也是个大师 是吧 就是甜宠文学作家 反而在火了以后就受到了很多质疑 甚至有人攻击他们的相貌 就是其实你们仔细看看 人家的相貌有什么好攻击的 看一看这期嘉宾的整体形象 蒙奇奇的颜值中等偏上 然后他还特别能编的那种奇迹 他就说有一回他和老公出去玩 一气之下 我电脑扔进东非大裂谷 你这么能编 你为什么不直接说东非大裂谷 是你老公用电脑砸出来的呢 开灯 好好玩哦 太好上 太好了 这个 我理解啊 这就不是甜宠文学了 这地球上很文学 什么玩意儿 他讲个什么玩意儿 谢谢大老师 这是 你们发现没有 凡尔赛 其实全都靠着这个虚无缥缈的补先生 如果当他的老公具象化之后 凡尔赛不复存在 不信的话 你们现在跟着我仔细想一下 把他文章中的所有补先生 换成颜鹤祥 我就随便给你们念一条啊 就是 我以后要赚很多钱 在颜鹤祥难过的时候 陪他去巴黎哭 去纽约哭 去伦敦哭 你是不是就感觉这是蒙奇奇 带着颜鹤祥满世界找郭麒麟去了 你这哪是田宠文学 你这就是个狮宠文学 颜鹤祥 其实颜鹤祥在德云社的地位非常高 德云社现在叫德云男团 颜鹤祥 德云男团第一solo 其实你真的很奇怪 就是德云社的演员啊 他不失去点什么 他就不愿意来吐槽大会 上一个来吐槽大会的德云社演员 是曹金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颜鹤祥 而且我今天还特意准备了一段相声 我真想给大家表演一下 然后那个 鲜哥你给我搭一下 啊 我 你给我搭一下 我不给你搭 那不是 那你不上来我咋办呢 我管你咋办呢 好 谢谢大家 我表演的是传统小段 颜鹤祥想找郭麒麟说相声 明白了 开个玩笑 其实颜鹤祥学历非常高 他不是从小学的相声 他大学学的是通信专业 颜鹤祥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 他能在相声中融入他的专业 就是在每次颜鹤祥说相声的时候 他都是 喂 郭麒麟 在哪呢 信号不好 你看 多专业 其实颜鹤祥对郭麒麟的帮助非常大 当年郭麒麟15岁的时候说相声 没时间上学 他问颜鹤祥该怎么办 颜鹤祥什么也没说 他就在地上画了一个圆 这个时候郭麒麟就问 你是说终点也是起点 让我从头再来吗 颜鹤祥说不 我是说 圆祥岛在线教育 身边人在用的大品牌 想学习再加用圆祥岛APP 上网课就行 这个没想到 好了 广告回来精彩继续 我们不要换我长大的 张大的 你为什么不在那个笼子里 张大的 讨人厌届的天花板 对吧 他在讨人厌届的地位 就像那句歌词 有些人说不出哪里好 就是谁也替代不了 其实我跟你们说 我跟张大的真的刚好相反 我能来吐槽 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真的是积德了 张大的来吐槽 他就是缺德 其实开玩笑 就是张大的 在我心里还是很可爱的 张大的就像匹诺曹 每次说完自己没整容 鼻子又挺了一点 张大的节目名 所以拍张大的摄像机 都是防水的 有一回我在电视上 就看到张大的 对着镜头在那哭 晶莹的泪水 滑过他的脸颊 泛起了阵阵的油光 他越哭脸越油 他越哭脸越油 我感觉他的脸 就是一个骗人的项目 水变油 然后今天张大的 还参加那个演员请就位 对吧 有一个热搜 说是张大的 演的主持人真自然 他本来不就是个主持人吗 有什么好夸的 你为什么不直接整个热搜 说张大的演的人真自然 是因为他演的不自然吗 差点硬干 他骂他全然 他骂张大的骂特别很 更过分的是 有一回在后台 你们刚刚看见了 他说他紧张 他管耳东声要爆吧 你紧张 你就能随便提要求了吗 张大的 我现在也很紧张 我能打你吗 谢谢大家 我是蒙克翔 我是德云社的颜鹤翔 谢谢大家 没想到 刚才杨蒙恩吐我 吐得挺狠的 上一个在台上 敢这么说我的 是郭麒麟 但是我忍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爸爸 是我的师傅 郭德红先生 那么我就想问一句 你的爸爸也是郭德红吗 我挺想事的 也难怪 遇这事我师父嘴都严 而且关键你说我是什么德云男团的第一solo 那也比你强 效果文工团的第六solo 还说什么我们说相声的 如果不失去点什么 都不会来参加吐槽大会 这点击中我的痛处了 确实是 我来讲脱口秀 失去的是相声演员的尊严 好 但是 我不讲相声 还可以讲脱口秀啊 如果你不讲脱口秀 你能讲什么呢 讲礼貌吗 懂得啥了 年轻人 不讲礼貌 欺负我一个39岁的老同志 说一下主咖张大人 张大大 张大大这个脸吧 你第一眼看真的不喜欢 但是你要看久了你就会发现 你看久你有病了你看那么久 我真是太棒了 张大大跨界参加了演员请就位 我最恨的就是你们这种跨界的人 安心本职工作不好吗 不知道跨界会伤害身边的人吗 我就因为搭档去跨界了 才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现在来讲脱口秀我真边桌子外边连个人都没有啊 我真的很孤独啊 很孤独 很难受 但是话说回来啊 郭麒麟跨界伤害的是我一个人 但是你张大的跨界伤害的是所有人啊 他在节目里好像演了一个科学家 然后被尔东生导演说演得太好了 演得真像个小偷 我当时在家看了我就不太高兴 我觉得尔东生说的不对 各位上演 他哪是演得像个小偷啊 这位是长得像个小偷啊 我就是张大的出生的时候 接生那个护士都傻了 这孩子长得 孩子别着急啊 等你会说话了 咱们再去自首 网上有很多人评价张大的 说长相不讨喜 每次哭都是你 上镜又哭又抢镜 那个作呀 所以张大大是属于那种 明明靠长相就可以让人很讨厌了 但是他非得要靠实力 从上所述 所以我认为 网友对张大大这种讨厌 真是应了那句话 始于颜值 陷于才华 忠于人品 搞错 对不起啊 这我一说张大了就有点控制不住 我稍微控制一下 稍微控制一下 说一下腊木扬子 腊木扬子 据我听说好像他这个名字是因为 他觉得自个儿很腊木 所以叫腊木扬子 那这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 如果说长得像什么 就叫什么什么子的话 那张大的应该叫什么呢 樊富素子 对 樊富素子 乱臣贼子 梁尚君子 后来我定睛这么一看呢 马桶踹子 对不起对不起 我在控制一下我对张大大的吐槽啊 蒙奇迹 蒙奇迹 蒙奇迹应该说是腊木版的腊木扬子 或者说是张大大版的腊木扬子 不要再说张大了 蒙奇迹在他的微博上说 他有个老公啊 长得巨帅 特别有钱 非常英俊 只对他一个人好 然后大家都很疑惑 说这个事是真的是假的呢 其实这个事嘛 半真半假 有老公是真的 其他都是假的 其实这种创作手法 在我们向儿当中经常会有 你比如说于谦老师的父亲 我们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但我们谁也不知道于谦老师的父亲到底是谁 主要来说一说大张伟老师 我们对他的评价是什么呢 众所周知 嘴碎 说话没有重点 毫无逻辑重音 话多 关键是这样 居然有人评价 大张伟是一个被唱歌耽误的相声演员 这是对我们相声演员的一种侮辱 你们知道吗 就我们这孩 尤其是捧人的 我们最怕嘴碎 你知道吗 如果大张伟捧着你们都无法想象啊 豆根站在这 今天我们给大家说一段相声 哦 说相声 说相声说学逗唱 我知道说你能说到什么的 你快说 你说我说 你到底说不说 你到底说不说 相声讲究 说学逗唱 我不说了吗 说学逗唱 你干嘛又说一遍啊 说学逗唱 逗逗逗唱的唱什么 你倒唱一个 你唱不唱我唱了 小小弟 好样大 所以说这种情况 只能把豆根的逼出捧根的话 大张伟我屈你的吧 我本人很喜欢脱口秀 我也希望脱口秀行业越来越好 我希望效果文化越来越好 早日并入北京德医生 谢谢大家 我是颜鹤雄 我对我感到骄傲 哎呀 肯定是他们的 对 是他们的 真开心 谢谢颜鹤雄 谢谢颜鹤雄 马上进入到倒计时 三秒 三 二 一 请锁票 哎 颜鹤雄 颜鹤雄 你这个题真好 什么 就是让效果赶紧并入德云社 对 你知道 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 你叫李九淡 你说什么呢 哎呀 龙字科都招生了 我是李龙淡 什么李九淡 我觉得在说出来的这个语感上 还是李九淡好听 对 是不是啊 对 盼望着那一天早日到来 行 很开心 颜鹤雄在最后说出了我们效果文化最大的野心 怎么被他们德云社的人识破了 来吧来吧 我觉得这是第一轮的最后一场 这场开局开得非常好 直接效果文化对阵了德云社 但我觉得我们效果文化并入德云社 当然是我们的荣幸 但是大家绝不觉得 颜鹤翔吐口秀说得非常好 非常好 掌声再次鼓励 我看就没有必要回去了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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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李大 你这是个阴谋啊 那个 新加入效果文化的新逗选 大家认识一下 就对啊 是这样 听我说 听我说 刺激的时刻到来了 因为从来没有过两两的这样的对决 在这个时候公布他们的吐槽热力值那么刺激 因为他们代表的不是自己 效果文化 德云社 德云社 效果文化 所以谁的票数低 那是他代表他自己的失败吗 错 他们背后组织的是吗 坐坐坐坐 我是排气动的不然 那个导演组导演组 如果杨本人说个改一下票数 听到了吗 听到了吗 改一下票数 如果 对对 颜鹤翔 颜鹤翔两票就可以了 两票就可以了 对对对 对对对对 各位 看他们的吐槽热力值 可能会让你觉得代表两个行业或者两个单位 这个使命感一下就大了 这会有点紧张 我就唯一占的便宜就是在我们的主场嘛 然后观众可能对我们熟悉程度比较高一点 我这个自信心中够没赢了 这是对不对劲啊 黑幕 基本上是平手 平手 基本上是平手 基本上是平手 平手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对我们效果文化的肯定 谢谢 因为这里是我们的主场 杨闷在我们的主场 只赢了四票 是吧 掌声再次送给 严祥 再次送给严祥老师 感觉如何 我觉得可以采访一下 说脱口秀 第一次说脱口秀 感觉怎么样 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跟向上 有相同的地方 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应该 互相取长补短 是这样 我们邀请严祥老师 就是因为他之前 在网上有一个采访 他说了 向上和脱口秀的一同 就是我们是非常希望 跟人家这些前辈专业的 有交流 所以就把他骗来了 当然了 如果他能留下呢 就更好了 是吧 只赢了四票的杨闷恩 发表一下你的感想 我十分希望效果文化 加入德云社 谁不希望呢 何强 你以后就记住一件事 你再说脱口秀这件事上 以后你是全国第七 好吧 啊 很好 好 很好 我 单 型